所以如果我們把剛剛那個鑰匙圈簡單的把它做一下系統拆解 就是說這個鑰匙圈鑰匙鑰匙的部分它會有一個底板 然後會穿一個洞 那上面還會有你的名字或圖案 那這裡面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底板跟那個洞 我們原則上都是要把它切穿的 也就是說做切割雷切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板子上面的文字或圖案 我們會使用雕刻的方式 所以大概會是分這三個部分 那所以待會我們做圖的時候就會以這三個部分來做處理